中泡塞的chulo才是不少人的最爱 台南归人区即将也有板得彩要登场 盐菊大草虾 无喜大拼盘 鸡仔地斗笔 黄品鱼赤羹等 一道道摆上桌 每一道都是大菜 总共就有十道的古早味料理 也是以宴席闯出名号的台南归人 跟高雄内门一样都被封为是 中泡塞的故乡 睽違了三年的甲板的活动 今年回归了将在10月27号隆重登场 邀请在地两位大厨联手合办90桌的桌菜 一桌只要4000元 10月11号上午9点钟 网路跟现场准时开放预定 有很多民众大概8点不到就来这边排队 那我们也很顺利的 大概大概9点半左右 把所有的报名程序都来做完成 看到区公所一开门 每个窗口都做满满 几乎都是为了顶得而来 结果可以说是被秒杀 短短半小时被预定一空 区公所表示 由于配合的活动地点空间有限 不再增加住宿 让不少没有预定到的民众相当恶婉 只能说明年勤早 华市新闻刘汉生 邱军平 周写雄 台南报道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